大家好我是莫令德 大家都知道迪斯尼世界度假区有四个主题乐园 另外还有两个水上乐园 现在我们去的迪斯尼台风湖水上乐园 另外一个是迪斯尼的暴雪海滩水上乐园 现在正在整修关闭着 什么时候是开放还不知道 我们买的是年票 现在我们只能去这个台风湖水上乐园完了 一天的普通票 常人的票价是69或者64 儿童的票价是63或者58 进一步的说明在description上面有解释 其中包括了恶劣天气的规定 别一位佛罗里达每天都是夏季般的温暖 没有四季 可是每年从四五月份开始暖和了 如果你想来到迪斯尼玩水上乐园 可以考虑到从四月到十月份之间可以来玩 佛罗里达的天气 一月份和二月份是最冷的时候 如果你要想买票的话 先要看好天气 我们要看着这个汗 我们要看住这个汗 这样的温暖 好漂亮 4 感谢观看 斯尼乐园的名字台风泄湖水上乐园 所以有台风也有泄湖 它整个概念就是让你生活在海滩 过着海滩的生活 在炎热的佛罗里达的艳阳下 在这里可以享受到阵阵的清凉 让我们沉浸在欢乐的暴风雨中 在这个占地56英亩地的主题水上乐园 有很多的游乐项目和餐饮 这是迪斯尼开办的新加坡萨尔小店 在这里可以买到水上的用具 一些纪念品 住用浴巾 如果你是住在迪斯尼酒店 是免费提供给你的 如果你不住在迪斯尼酒店 住用浴巾是两块钱 这是一排收银机 这是一排收银机 有两处的存衣柜 它分两个尺寸 小的存衣柜呢 10美金一天 大一点的是15美金一天 有很多很多的存衣服的柜子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著名的人造海浪 台风泄湖冲浪池 这是北美最大的波浪池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60高的巨浪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来玩一次 因为在这个水上乐园 有很多的游乐项目 我想是要准备分别的发布 那些游乐的项目 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赞留言和订阅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